台北监运松山县有个车厢有迷路造型的插画 作者是只有九岁的插画家汪以墨 而且他的笔名就叫做迷路 插画风格充满了九岁小男生的奇幻想象 有时候他的一些同言同语却非常有哲理 他说小小的烛光其实是活着的 因为火点着的时候就像被生出来了 熄灭的时候就像死翘翘了 他说有生有死 当然火就是活达 你在这儿 年轻九岁的汪以墨跟一般的小学生一样 在草地奔跑 挖洞 最不喜欢的功课是数学 但因为一个暑假作业要观察迷路生态 意外开启全台年纪最小的插画家人生 他的笔名 迷路 自创插画人物 迷路 他就蹲在旁边地上 然后大概花了差不多是40秒的时间吧 就画出了一只迷路 他说我画好了 我还懒得理他 他说我真的画好了 我说我都还没有找到迷路长什么样子 他就拿给我看 我一看我就一直笑 一直笑 一直笑 我觉得那只迷路长得好有幽默感 迷迷说我一共活了九年 但是大概花了八点五年再发呆和谎生 看起来像是在想事情很认真的样子 其实是看起来像而已 小小迷路其实就是九岁插画家迷路的画身 他用童年童语带给大人世界力量 原本只是暑假作业 但是假期结束 一切都要结束了吗 这件事完成以后 我好有失落感 因为我觉得他就结束了 这么可爱的一个角色 而且他表情那么多 好像还有很多事要讲 然后我就请他 画成他自己的生活上的小事情 或是他的日记 在网路上有超高人气的迷路 一笔一画非常熟练 短短30秒 一只迷路就诞生了 插画家迷路和他最崇拜的插画马来模 站在一起逗趣可爱 早餐吃太快的意外 午餐吃太饱的笑话 迷路将日常趣事 用画笔记录下来 有时搭配文字 特别富有哲理 让人会心里笑 突然间我说 迷迷火是不是有生命 我突然间 你怎么会这样问 因为这是大人没有想过的问题 他就说 因为火会摇动 会变化 因为火焰是一直在变化 而且你点燃的时候 它就像被生出来 然后你熄灭的时候 它就像死亡了 插画家迷路小医时 曾经被医生诊断出 多动症ADD症状 妈妈细心对待 坚持不服药 最后发现迷路喜欢画画 而且画画能够培养专助力 鼓励她继续创作 他们很爱吃健康食品 香蕉 去老人搬 奇异果 带鼻芝麻很好 现实生活中的迷路 还是有点腼腆害羞 她不多画 用小孩子最纯真的眼睛 透视这个社会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